昨天的急升纯粹因为指数追,其实应该就追完了 所以譬如说今天跌下来都不要打算马上去骂 我觉得譬如你可以寻找有哪些中小型股 是昨天忽然间跌下来的 然后现在那个位置,譬如是低过前一两天那些 就可能纯粹因为会骂被人踢出来那些 就可能有机会有一个短期反弹 昨天弹了上去那些就不要追 刚才问MSCI踢走那些,找到一只华润医药 今天都还在跌,看看有没有机会反弹 应该是在MSCI昨天的比重就减低到的 今天就还在跌,看看有没有机会有些即日悲催可以想起来